继续读莫斯科绅士 那天晚上,伯爵独自在他的床上坐着 脑海中仍然萦绕着白天参观旧居的情景 让他念念不忘的既不是门边那架依旧在低地走时的祖船落地中 也不是房间里富丽堂皇的设计 甚至不是西北角窗口那绝妙的风景 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桌上报纸旁边的那套茶具 那一幕平凡的场景 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这些天来伯爵的心事 只需看一眼伯爵便对那个场景的各方面了然于胸 那他房间如今的主人一定是外出办事了 下午四点才回到房间 他脱下外套 往椅背上一挂 然后叫了壶茶 顺便还要了份下午的报纸 然后他便稳稳当当地在沙发上坐下来 颇有情调地打发着时间 直到该换衣服出去吃晚餐 换句话说 伯爵在317房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桌下午茶 而且是一位身心自由的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想到这儿 伯爵不禁把自己的新居如今分配给他的那100平方英尺的地盘又仔细打量了一遍 今天他似乎出奇地狭窄 床边挤着一张茶戟 茶戟旁边又挤着高背椅 每次他想打开衣柜都掀得把高背椅推开 简单地说 这里可没那么多地方让他能有情调的打发时间 伯爵近乎绝望地凝视着自己的四周 忽然他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只有他自己说话剩的一半的 他在提醒他 在大都会酒店 房间套着房间 门里面还有门 想到这儿 伯爵从床上站了起来 他绕过祖母的咖啡桌 将高背椅推到了一边 然后站在了比电话亭大不了多少的衣橱面前 沿着衣橱于墙的绘合处 有一层造型优美的橡木线角 伯爵一直觉得这处线角的装饰有点过于夸张 有没有可能衣橱是在以前的一张旧门框的基础上增设的呢 伯爵打开衣橱的柜门 把里面的衣服剥开 伸手试着在最里头的墙板上敲了脚 听上去很薄 他伸出三根手指 在那道隔板上推了推 便感到他以略微的弯曲 于是他把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搬了出来 扔到了床上 然后他手扶着门柱 抬起脚跟往最里面的墙踹去 令人欣喜的是 里面传来东西被踹裂的声音 他把身体往后微微一扬 又踹了一脚 再一脚 直到那道隔板彻底断开 他把裂成锯齿状的碎木板拖到房间里 然后从断开的口子钻了进去 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又暗又窄的地方 里面有干香薄木的气味 很可能是隔壁房间衣柜里的味道 他吸了口气 转动门上的把手 闷开了 他进入了那边的屋子 这间屋子跟他自己那间一样 只是这里面放的是五张闲置的床架 不知怎么的 其中两幅原本靠着墙的床架倒了下来 把通向走廊的门从里面堵上了 伯爵把床架拖开 打开门 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 然后他便重新布置起房间来 首先他让那两张高贝尔和竹母留下的咖啡桌 重新团聚在了一起 然后他沿着塔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室 分三趟 从那个装杂物的柜子里搬回来三样东西 一张他以前扔掉的地毯 一盏落地灯 还有一个小书柜 接着他又一步并坐两步地往地下室跑了最后一趟 把那十本被他扔掉的大部头小说给搬了回来 待新书房布置完毕 他又走到走廊那头 找房顶修理工借来了一把锤子和五颗钉子 伯爵上一次使用锤子还是在海底时代 那是初春的几个星期 他在爱德豪尔山庄帮助年迈的看门人 急红修栅栏 锤子往下一挥 恰好砸在钉子头上 清脆的撞击声在清晨的天空中回荡 钉子穿过厚厚的木板 深深切尽栅栏的木桩里 那感觉真好 可即使是伯爵轮出的第一锤 结结实实砸在了他自己的拇指上 你可别忘了 锤子砸在自己的拇指上可是件相当痛苦的事 你少不了会踮着脚上穿下跳好一阵 让你连呼上帝都无济于事 对勇敢者命运总是轻言有加 所以尽管第二锤只是插到钉子头 可到第三锤伯爵便能敲准了 等到开始敲第二颗钉子时 他便已经完全找到了放钉子 回锤以及下杂的节奏 而那种古老的节奏在四对五曲 在六音部诗格或者是在沃伦四级的马术跨包里 是掌握到的 简单的说不出半小时 四颗钉子便都已从门廊砸进了木框 从现在开始 谁想进伯爵的这个新房间 必须从伯爵挂着壁橱里的衣服中间装过去才行 而那第五颗钉子 他钉在了书架上方的墙上 用来挂他妹妹的画像 活干完了 伯爵选了一张高被椅坐下 他有种奇妙的幸福感 博爵原来的卧室与现在的这间 临时拼凑成的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大 可他们对他心情的影响却截然不同 承认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 隔壁屋里摆的是床 写字台和桌子 全是生活必需品 而书房里却有书 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 还有海伦娜的画像 全都是精神必需品 然而二者的不同 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不同的来历 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 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 看上去一定比他本身更小 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的房间来说 不论他的面积是多少 你把他想象的有多大 他就能有多大 想到这儿 博爵从椅子里站起身来 他从刚从地下室搬回了的十部小说中 挑了一本最后的拿了起来 诚然读一本已经看过的小说不能算作新的尝试 可非的是新的不可吗 难道就因为一本小说 他已经读过两遍或者三遍 你就可以指责他念旧 他懒 或者他在浪费时间吗 博爵在椅子上重新坐下 他把一只脚搭在咖啡桌边 身体往后一仰 直到他坐的椅子仅凭两条后腿 取得了平衡 然后他便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太精彩了 博爵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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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爵说道